大排長龍等結帳 這樣的情景又出現在 颱風來臨前的量販超市裡 隨著中台海葵颱風逼近 加上又是週末前的星期五 不少民眾都勸颱風前 跑來買一點生鮮蔬果 還有家庭多買一點這個東西 靠麵耶 就是可能如果颱風來的時候 就不要吃 你是靠麵嗎 不要吃的 那這個價錢就... 剛好沒有菜 會擔心菜又漲價嗎 因為接下來颱風如果又來 漲了也沒辦法 民眾坦言颱風前的量販超市 人多了一點 結帳的時間拉長了許多 不少民眾都是下班後 跑到超市去搶購 記者實際到台北市的超市去直擊 蔬果類倍量充足 令人意外的是 蛋架上一盒蛋都沒有 鏡頭轉到美食賣場 從傍晚開始逐漸湧現人潮 尤其生鮮區更是受歡迎 有些家庭除了房台物資 也順便買普渡佣品 越接近晚上人潮越多 不同於其他兩家大牌長龍 另一家量飯店蔬果擺滿滿 不怕民眾買不到 因為店家早有準備 被戰海龜颱風 加勒福特地提高三倍的蔬果量 全聯也把蔬果的備貨量增加三倍 還針對乾貨類的熱門商品祭出優惠 大潤發則是多準備了40%的生鮮蔬果 還設立颱風專區 颱風需要的應有盡有 大賣場做足準備迎戰颱風 抓捲民眾預期心理 加倍備貨 不怕民眾買不到 就怕民眾不來賣 TVBS新聞珠光 韋佳琪 台北斜芬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